大家好,这里是小家储气 很多朋友都说饭店炒的茄子都非常好吃 而自己在家做的却总不是那个味儿 其实饭店做的茄子很多时候都是要过油的 那样虽然好吃,但是月亮也是太高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树炒茄子的正确做法 做好的茄子软嫩可口,不发黑,不变色 非常好吃,特别的下饭 首先咱们先准备两根茄子 今天选择的茄子是绿茄子 其实不管是紫色的还是绿色的茄子 做好以后口感其实都是差不多的 而且咱们在做茄子的时候尽量不要去皮 因为茄子的很多营养成分都集中在了皮上 首先咱们先把茄子的头尾切掉 先把茄子切成厚片 再把茄子切成稍粗一点的丝 不要把茄子切得太细了 切得太细的话炒的时候容易炒散 接着咱们再准备半盆盐水 把切好的茄子放入盐水中浸泡一会儿 防止茄子氧化变黑 在浸泡茄子的这个时间里咱们准备一些配菜 先把几颗大蒜打成蒜末 再准备一小节的大葱切成斜片 然后再准备一个青椒 先切掉根部 对半切开以后去掉中间的籽和瞑 最后再把青椒也切成斜片 茄子浸泡了10分钟以后 捞出沥干水分 接下来起锅 往锅中倒入一些食用油 油烧热以后先倒入大葱 翻炒一会儿 把大葱炒出香味 大葱炒香以后直接倒入茄子 茄子倒进去以后 把火调成中小火 用锅铲不停地把茄子压一压 压了一会儿之后要把茄子翻一翻 让所有的茄子都受惹均匀 这个时候如果是用大火来炒的话 茄子的表面就很容易被炒焦 而里面却还是又生又硬 翻炒的这个过程要持续4到5分钟 直到把茄子炒软 茄子炒软之后倒入一小勺的盐 再倒入小半碗的清水 盖上盖子焖煮两分钟 让茄子彻底的入味 两分钟以后打开盖子 倒入蒜末和青椒 15克左右的生抽和一勺的蚝油 最后打开大火 快速地翻炒十几秒钟 把大蒜炒香把青椒炒熟 然后就可以出锅装盘 这样素炒好的茄子 不发黑不变色 口感软嫩多汁 非常好吃 特别的下饭 如果您喜欢视频的话 别忘了点个免费的赞 和关注支持一下哟 谢谢大家